烏南线手杨云 16岁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她是获得了女子高低杠的第三 好 她的出场动作也是 直击空翻 转体900度 马上接前空翻 好 江泳跳接路跳 再接转体程复程 单腿立转720度 马上再接团身跳 转腿360度 快速空翻 接直击空翻 转体720度 好 她的接手空翻是躯体空翻两周 因为这个动作是地主男的动作 参加单线决赛 必须地主难度以上 才能够从十分起平 给我感觉今天杨云在自由体操的比赛里面 发挥比他在团体比赛里面要好 对 杨云在看到同伴刘璇已经是获得了平衡部冠军之后 现在也是心态比较放松 比较平稳 来投入今天的比赛 参加这次比赛的男女队共有其中有四名选手 都是湖南省运动员 男的李小鹏 女的林杰刘璇和杨云 而且他们也获得了可以说算在团体三斤一银 两同的好成绩 所以湖南为我们国家提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杨云得了9.637分